沙画最大的魅力是我们留不住它 就是说每一幅画 每一个故事我们画完了之后 它就会随着风吹掉它 它整个画面就不见了 就把这些所有的影像成故事 留在观众的脑海里 所以我觉得留不住的东西是最珍贵的 沙画的魅力也在于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环绑的艺术 它就是那撮沙重复的一直在用 所以它不需要说像画纸啊 笔啊或者是彩色那种 画完了我们又要买新的 就是沙画是更加环保的一个艺术 其实每一次的表演跟我的作品 都是经过设计的 我需要有一个主题 那么有了那个主题之后 我就会手机所有的资料 资料充足了 我就会把它的顺序排出来 然后其实我们沙画表演时间呢 是不可以太长的 大概三分钟到五分钟 我们在这短短的五分钟里面要呈现一个故事 就比方说一个短的故事我们通常会设计十个Sims啦 用十张图片就要完结整个故事 我做了这么多年 印象最深刻是我第一个作品 我第一个创作的沙画就是《铁达你好》 我想要做第一个作品的时候呢 我想要做一个比较感动的可以感动人 因为这首歌可以感动到我 所以我就从这首歌的主题 《铁达你好》来创作我的沙画 其实沙画最重要就是跟音乐的结合 我觉得因为沙画是给我们视觉嘛 那么我觉得听觉也是很重要 就像我们看一部电影 一部电影能够感动你 也是因为有画面跟那个音乐的结合 所以我觉得沙画就是跟电影一样的 创作了这么多年沙画呢 我领悟到的一点是 不要太勉强自己去做到一个完美的作品 因为我们做了太多沙画的创作之后呢 所有的构图我们都用过了 可能到了一个瓶颈就 我们不知道在找什么图片 什么图片来让我们更有创意去变化嘛 当我遇到这样的难题的时候呢 我就会停下来 什么东西都不做 然后可能给自己放空一下 或者去旅行 去外面看多一点东西 因为我们去看多了人事物都好 你会发觉到你的思想跟想法跟看法都不一样 其实画画是我的兴趣啦 我也很开心 我们把兴趣也可以变成是我们的职业 既然是兴趣当然是一辈子啦 如果我还能动的话啦 一定是坐到牢了 但还是会变成是我们的职业 当然是我们的职业 都不离习惯看多一件事 所以我们有所感受看的 就是你要永远的心会 其实你很理想跟我们的职业 也有着想 слов 你能不能正在做